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蓝芝士那儿告的价 那谢芝士他认账吗 账 当官的哪儿有什么账啊 当官的都心黑得很 要说有账也是一笔糊涂账 儿啊 你千万不能乱说 祸从口出啊 娘 我这不是在家里跟您说什么 我在何州卫当了这么多年的钱粮师爷 蓝芝士贪得无厌 我是亲眼所见啊 你刚才不是说 现在不是由谢大人注释吗 我听说 咱们大明朝有一位奇才 他文韬武略 样样精通 而且刚正不阿 替咱们平头百姓着想 娘 您这是说的谁呀 谢敬 大学士谢敬啊 不知道 这新认的何州知识究竟是不是他呀 娘 您讲得对 人家是堂堂的大学士 能到咱们何州卫这个鬼地方当知识不容易呀 不过 当官的都挺会演戏的 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谁敢保证 这个谢敬就有传说中的那么好 儿啊 别把人都想得那么坏 这世上还是好人多 儿啊 你赶紧回衙门去吧 那 那我这就回何州去 谢大人 您这是干嘛呀 您要出巡 吩咐我们当差的一声啊 谁呀 你们自然会心心伺候的 这哪是出巡哪 出巡 我用不着明罗开道啊 这不宜小貌微服私访 既不扰民 又能掌握一手材料 岂不是更好啊 那大人提罗这是 拿去卖呀 人家砸锅卖铁 我就照样画瓢上街卖罗去 谢大人 您这不是开玩笑吧 君无戏言 我跟你们开这玩笑干嘛 看这上文写的字 多清楚啊 我是没 没看到也没注意看 谢大人 这我们兄弟都知道 您在为大家伙这个月的月奉在犯愁呢 但是再苦也不能苦大人 再穷咱也不能卖铜锣呀 要不这样吧 我跟这些兄弟们呀合计合计 这个月的月奉就暂缓发放 大人 您怎么样啊 不行不行 你们都是上有老 下有小 就指望着这每月的月奉养家糊口呢 我身为知识 怎么能为难你们呢 再一个 这两面铜锣 可能派上大用场 定能卖个好价钱 咱们知识衙门的银两结局问题解决了 还能绰绰有余呢 卖罗了 卖罗了 看清楚 是他吗 是他 千万不能走了眼 放心吧 老大 放出我性账子 你我向上人头都不保 老大 你放心呀 卖罗了 卖罗的 卖罗了 卖罗了 美面二十两 放你哪 卖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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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面二十两 二十两 太疑了 这都不得 这不是衙门的那两面大铜锣吗 是 是 这怎么挂这儿了 快看啊 上面还张贴着 印着大红官员的告示呢 资音未亚银两短缺 无法观想 特将两面铜锣拍卖 起价每面白银二十两 直包底不封顶 凡价高者一锤定音 此事何周未知是谢见 开了开了啊 大家别光说话 想买铜锣吗 对啊 买铜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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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想干什么 你是知识衙门的张师爷吗 既然认识我 你们为何还将脸面照住 不该脸 你怎么这么多废话 把他埋了 站住 站住 这位爷 你想插手吗 不管你是哪条道上的 在道上混 就要讲规矩 少管闲事 不然的话 跟他一样 光天画日之下 你们竟敢行凶杀人 或是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你让他再选拘刀 就能够走 你让他再选拖了 你让他再选拘刀 我还以为你是在玩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的把戏呢 果然不出谢大人之所料 狼之事就浮出了水面 只是 英国 你不必担心 以吴莽对付两个狙狙的小毛贼 还是易如反掌 谢大人 我不是替吴壮士担心 我是为干着 伤天害理勾当的人感到恶心 为了保全自己 既然不惜杀人灭口 聪明度过分 用剑的心机 反而会害了自己 这么浅浅的道理 难道他们会不懂 懂啊 他们当然懂 不过他们历令致昏 必然导致铤而走险 对了 英国 你是河州人 对当地比较熟悉 我有两件事需要你帮忙 不知可否啊 谢大人客气 别说两件 只要我能效劳的 就是实践百戒也不成问题 谢大人 你尽管吩咐 好 英国 这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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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老婆怪可怜的 七老八十的年纪 本应该在家享清福 却弄得食不过腹 衣不遮体 美兰 若不是张罗老夫人的寿臣 她一定会亲自伺候您老人家的 不敢当 不敢当 像我这个穷老婆子 哪能受得起老爷的伺候呢 哎呀 我到您家来 已经增加了您不少的麻烦呀 哎呀 见外了不是 哪个年少不会老 哪个老人不年少 孝敬老人 是我们晚辈应该做的 阿婆 您别见外 从今往后啊 这儿就是你的家 要什么就知一声 千万别客气 阿婆 好人哪 佛主会保佑您大福大贵 苍天在上 黄恩好大 谢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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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巫玛 张师爷醒了 苍天在上 黄恩好大 好啊 醒了就好啊 都是你 害得我替你擦屁股 我替你伺候那个老教花婆 你倒好 躲在这儿喝酒 老爷 莫非是我上辈子欠你的 夫人 我加倍的还还不成吗 空口白牙 弄这么多年了 我帮你升官 辅助你发财 使你平不清云 攒下万贯家财 你还得起吗你 还有 昨天我爹飞鸽传书来了 岳父大人怎么说啊 还又问了 大人是对你这位半子疼爱有加 我爹鼎力举荐 干爹推卧助浪 为你谋划到华阴之势的肥阙 身官一级 正无品 好 苍天有好生之德 醒来就好 醒来就好啊 谢大人 真是有惊无险啊 只要张师爷开口说话 你还没见过 我当时你那么在乱 你不见过 你没有行为 你也不见过 你不见过 那么你不见过 我说的话吗 苍天在上 皇恩浩荡 苍天在上 皇恩浩荡 苍天在上 皇恩浩荡 祖宗伟 你能不能来点新鲜的 急死我了 前缘亨利针 乾隆服用 见隆在田 利剑大人 君子终日浅浅 多替若利无救 或爹在渊 不救防用出兵 有加斩首 获费欺仇 有救了 谢大人 他能说点别的 他说的什么呀 张师爷说的是《易经》 又是经啊 谢大人 这《易经》是什么东西啊 我怎么听不懂啊 万里长城 金犹在 不见当年 亲世荒 余地无多 莫较量 一条分奏 两架桥 普天之下 金王土 再过歇尔 也不忘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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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书呆子 鸡里呱啦说了一大堆 他一句啊 和蓝文高贪污酷银的事儿也无关 你放上蜜堂 不能尝 贪吃鱼饵 亦上当 狐狸做梦 都想鸡 豺狼做梦 也想羊 鸣枪容易躲 暗箭最难防 只有大义吃亏 没有小心上当 兵要听天烈 贼药夜夜放 念吧 念吧 你不嫌累啊 我还嫌烦呢 我刚收到长安之府衙门的公文 蓝文高观声一急 摇身一变 成了正无品的华音味之士 本想着张师爷能给点有价值的证据 好揪出蓝文高的狐狸尾巴 免得放虎归山 祸害一方百姓 不过 现在看张师爷这样 可如何是好啊 苍天在上 皇恩好大 好嘛 他绕来绕去啊 又绕回来了 听听听 怪事儿 老夫人无病无疾 昨天住寿时候还红光满面 妻子好得很 怎么一夜之间就七绝身亡呢 别乱说 你看那棺材里躺的 不就是老夫人吗 岂能有假 坐吧 我不是怀疑老夫人知死有假 只是觉得此事来的有点蹊跷 管她呢 即使蓝老爷全家全死绝 也不关我们的山人嘛 嘘 小声点 要是让老爷和夫人听见了 小心 抽你的筋 剥你的皮 走 昨夜蓝老夫人突然病故 我怀疑其中有诈 所以找你们二位来供商对策 有诈无诈去蓝府一看不就行了 哎呀 事情绝非你想的这么简单 第一 我们必须到蓝府看个究竟 以免蓝文膏弄虚作假 借发丧之机将贪污的酷银 和搜刮的明纸明膏都运出河州 第二 如果蓝老夫人真的报病去世了呢 咱们贸然前往 必定会打草惊蛇 还有 就是去探究竟的人选非常重要 我去 蓝府我熟门熟路 倘若老夫人当真做谷 我讲人道 祭拜一下 如果蓝文膏耍花招 我立马回来禀告 哎 银姑 你先别急 我话还没说完 让我想一想 蓝府到衙门还有一段路程 如果发现其中有诈的话 我们必须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以免蓝文膏的阴谋得逞 你们说 我说的对不对啊 拍银姑去蓝府打探 显然不太合适 蓝府上下有众多的家丁 银姑 你又不会武功 如果被他们发现 你一个弱女子想逃出那里 谈何容易啊 还是我去吧 我有一身武艺 对付那几家丁 根本不费吹灰之力 五芒兄啊 你也不能去 要想抓住蓝文膏的罪证 匹夫之勇是不行的呀 他那个夫人可是个非常厉害的角色 我们必须斗智斗勇 方能稳操胜券 吴大哥 你别争 以我的看法 你去 不 谢大人去 谢大人是朝廷命官 又是西兰河州上任的知事 他去蓝府调宴 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 蓝文膏夫妇肯定不敢为难 其实 除缺谢大人 你我 谁去蓝府都不合适 不管谁去蓝府 人家都可以随便找一个理由 将你拿下 见识 这岂不坏了大事吗 婴姑说得对 我觉得 还是我去比较合适 但是你们两个的责任 可也不轻啊 来 跟我一块儿 商量商量怎么对付蓝文膏 走 你怎么离王儿去了呀 蓝大人 谢大人 老娘做谷 惊动谢大人 亲临寒舍吊焰 蓝某不胜 不胜感激啊 蓝大人 惊喜老夫人仙事 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昨日还是人人礼赞的寿行 没想到这一夜之间 竟驾鹤席去 旧病复发 猝不及防 可怜我的老娘啊 蓝大人 蓝大人 宇宙万象 变化莫测 人生介遇 动止纷纭 蓝大人 您还得节哀顺变哪 我理应送老夫人 这最后一程 哎呀 谢大人如此费神 玉兰某真乃是受足之情啊 老娘啊 你就安心的西去吧 蓝大人 我与老夫人从未见过面 不知可否一睹老夫人怡荣 并让我向她的遗体 做最后的告别 以表对老夫人的敬意 谢大人如此重情重义 我蓝某岂有阻拦之理 谢大人 您请便 好 哎呦 我的老娘啊 哎呦 我老娘 你怎么就这么走嘞 我的老娘 青龙漫年 莫腹挑 初为泥伤后六腰 曹曹怯怯措杂谈 大猪小猪落玉盘 胖子 胖子 快拿玉盘来乘金银珠宝啊 哎呦 张师爷 你别这么瞎折腾行不行啊 咱们原来关系也不错 你何苦这么折磨我呢 卖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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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钱一斤啊 卖茶嘞 二二斤 卖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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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茶了 便宜点吧 卖茶 便宜点便宜点 哎 今年的新茶 这位大哥 请买茶吧 茶叶 今年的新茶 走开走开走开 我们要赶路呢 走开啊 这位大哥 干嘛这么大的火气啊 正好我送你两包茶叶回去外外火 不便 走开 大姐 我们车内备有茶水 请你烧着泡边 我们还急着赶去长安呢 梅兰 原来是梅兰小妹妹啊 是陪两位夫人去长安府 见蓝夫人的爹知父大人吧 是啊 蓝大人不日将去淮英走马上任 我们顺便把老夫人送去长安 一养天年嘛 梅兰 怎么话那么多 师父 快赶马车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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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L 3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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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豪杰请手下留情 车上坐的都是女流之辈 各位豪杰若是为难他们 岂不是坏了各位豪杰的仪式英明 走开 这里都是我的兄弟 还轮不到你在此发好实力 就算给我应雇一个面子吧 车上坐的可是河州鼎鼎有名的 蓝温高蓝大人的夫人 还有蓝老夫人 她老人家可是当今长安之府的亲家 各路英雄豪杰若是难为他们 官府查办起来岂不最佳一等 谢了英雇 麻烦您给蓝温高这个狗官捎个话 让他带着银子来赎人 如果晚了休怪我们不客气 兄弟们 带走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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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师爷 你没阵风吧 大道理你比我懂 今天你就算为了我舍生取一回 你闭上你那臭嘴 我求求你了 雪中送炭可敬 或上交友可比 五眉前婆是为淫道之辈 战挂算命并非求福之举 哈哈哈哈 我受不了了我 什么东西啊 朱布头 怎么了 怎么在这大喊大叫的 谢大人你可是总算来了 你看看张师爷 好像被鬼打了一巴掌似的 满嘴胡言乱语一刻都没停过 我这耳朵根子呀 都快被他那废话 给摸出老奖来了 再这样下去啊 我的精神都快被搞崩溃了 哈哈 依我看来 他是在装疯 你听他说话 虽然信口开河 但却没有语无伦次 虽然滔滔不绝 但却没有胡言乱语 虽然他在这儿手舞足蹈 可是却没有出手伤人呢 这谢大人的意思 他是在故意装疯卖傻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 假作真时真亦假 真作假时假亦真哪 苍天在上 黄恩浩大 谢大人你看看 天在上 又来了 张师爷 你有完没完哪 好大 你不该走了 我的妈 你不该走了 我的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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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 我的妈 我的妈 你怎么突然就走了 我的妈 我的妈 你的妈 我的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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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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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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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停一停 各位乡亲 各位乡亲们 美不美 咱是家乡水 亲不亲 咱是故乡人 关键时刻帮一把 胜过平时送金马 今天我蓝府为老娘出殡 有劳各位父老乡亲辛苦了 我蓝文高是重情重义之人 一定不会亏待大家的 好 又来各位乡亲了 走啊 各位乡亲 走走走 站住 把棺材放下 吴壮士 今天是我蓝府为老娘送葬 打造阴宅吉日 千万不可冒犯 要是冲撞了风水 那可不得了啊 是不是 吴壮士 你看有什么事情咱们借一步说话 我吴莽一向光明磊落 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何必躲到一旁嘀嘀咕咕呢 姓吴的 你别欺人太甚 好好好 我今天呢 看在我老娘出殡的份上 别误了我落葬的吉时 我不跟你计较 让开 我奉了何周卫之事谢进 谢大人之命前来公干 哪个敢动 走 站住 给我上 快 走 快 走 快 走 住手 上 上 本官觉得这棺材里有诈 须开检检验 谢大人 你这不是威严耸听 妖言惑众啊 我这棺材里能有什么诈 这里面躺的是我先师的老娘 你刚才在兰府大厅评调的时候 不是看那一千二统吗 蓝大人 请问您有几个老娘啊 你这不是故意打岔吗 这人人都有一个老娘 连三岁的孩童都明白 这还用问吗 谢大人啊 你被朝廷贬了官 这心里不服气 想着东山再起 急于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政绩来 这个嘛 我能理解 不过呀 你想实证一下自己的才华 你不能拿别人当垫背的呀 咱说的难听一点 你要实现自己的野心 这我没意见 但是 你不能处处刁难我呀 蓝大人 别激动了 您说完了没有 当然没有 你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 好 性谢的 算你狠 我今天不出病了 我要到知府衙门告你去 蓝大人 别发火呀 我知道 知府大人是您的泰山 我比谁都明白 但是要打官司告状 我绝对乐意奉陪 至于到知府大堂上 你我之间谁是原告谁是被告 他就要等到开关检验完之后 方才知晓 蓝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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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老爷不好了 老夫人 不 夫人出事了 过来过来 美兰 你这个死丫头 你不是跟夫人到禅府去了吗 你怎么跑到这儿瞎胡闹啊 老爷我没瞎胡闹 是我们去的路上遇到了山贼 他们要我给老爷报信 不拿两万两银子的赎金 他们就 就 说 就要老夫人和夫人的狗命 你胡说 老爷我没胡说 要老夫人和夫人的狗命 是那帮山贼说的 美兰 你是不是被山贼吓傻了 你看看 老爷正在给老夫人出病呢 这山贼怎么能绑了老夫人呢 老爷你上当了 老夫人明明活得好好的 是老爷带错了孝 你能不能不说话你 没人把你当哑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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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官比你谢剑还高一贫 你们胆敢以下犯上 你给我废话少说 来呀 是 拿下 是 不知这会儿 梅兰找到老爷没有 哎呀 儿媳啊 你说他们要把咱俩 带到哪儿去呀 我哪儿知道啊 山贼做事一向鬼迷 鬼才知道 他们狐狸装的是什么药 山贼绑匪 他们要绑匪 物费就是图几个钱嘛 咱把钱给了他们 该没事了吧 娘 我越想 越觉得这事有点不对劲儿 他们的所作所为 不像山贼干得够的 是啊 我想也是啊 山贼都是乌合之壮 而且严刑粗鲁 可这些人啊 他们举止文雅 对咱们又是客客气气的 哎 还有那个经常给咱们府上 送不回的那个婴姑 他一会儿唱红脸 一会儿唱白脸 也不知道他到底是绑谁呀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事到如今 我们只好听天由命了 驾 驾 你们都下车吧到家了 慢点 慢点 请问英雄 你们这是 送你们回家呀 哎呀 多谢英雄帮我们一条生路 老夫人你谢错了 要谢就谢这位姑娘 是她再三请求放过你们 多谢英雄 谢谢英雄 谢谢 有空上我们府上来 我要奖上你 蓝府要了我不少不活 虽说尚未结账 但也是关照我的生意呀 能帮腔说话 实乃举手之劳 不足挂齿 蓝夫人老夫人保重 英雄就此告辞 谢谢你啊 谢谢英雄 召唤 赶快回去吧 狐狸再狡猾 他也斗不过好猎手 今天咱们打了个漂亮仗 蓝文高 他是人赃俱祸 他是枉费心机啊 谢大人 你怎么不高兴啊 怎么了 现在还不是大功告成的时候 虽然表面上 咱们是控制住了蓝文高 但是 咱们一点证据都没有啊 苍天在上 皇恩好大 怎么 张师爷还是这么神志无尽 没有一点好转 他在后院有牙医看着呢 没事 谢大人 你接着说 此案非常棘手 蓝文高明显是罪魁祸首 可是咱们没有证据 就无法给他定罪 何况 如果蓝文高调到别处做官 那么他在何州所犯之罪行 理应由知府大人来审理啊 那怎么行 谁都知道 蓝文高的岳父是长安知府 这知府的胳膊弯 肯定往里拐了 就是啊 假如那知府大人在寻思舞弊 这蓝文高的案子 岂不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了吗 所以啊 此案的关键 便是敢在蓝文高 离开何州之前 掌握他贪污朝廷 至杀库银的证据 到时候铁证如山 别说是知府大人 就是比他再大的官 也休想方案 难怪蓝文高会下此毒手 想杀张师爷灭口 蓝文高虽然想瞒天过海 也必定会留下蛛丝马迹 咱们只要顺藤摸瓜 仔细地查下去 一定能找到给他治罪的证据 对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我就掌握了蓝文高 贪污受贿的所有证据 你 你再说一遍 卸尽真的当住命令手下 把蓝老爷拿下了 天哪 完了 这下彻底完了 彻底完了 没完 我这就敢去长安府 我就不信 他信姐的胳膊 会有我爹的大退聪 不